就美国很多的智库 发觉台湾一点都没有决心跟勇气 他们自己有非常多 尤其在观察大选的时候 大选如此危险 我们捉破了嘴 一直告诉你说 这个接下来非常危险 他们美国来观察选举团的时候 试一下看 大多数人没感觉 很多少部分人有点认知的 美国人会来 美国人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我觉得说美国人会来开玩笑 菲律宾都不敢讲这种话 你知道人家菲律宾是 美国三十多年的殖民地 菲律宾人跟美国生活很接近 他们不敢讲这种话 为什么 他们太了解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那你会相信谁的话 你会相信邱国正这种 当兵出身的人的话 还是相信这个蔡清燕 蔡明燕 蔡明燕是 我连她名字都叫不出来 我不曉得她干什么 当了这个国安的 她叫什么 国安局长 国安局长是不是 我不曉得她凭什么 为什么两个人之间 讲话差别这么大 事后我们的政府 指责邱国正 你自走炮 你要记住 你的话不能乱讲 你在吓老百姓 说她是自走炮 对啊 就是一天她的口音就知道 那外省人就是来这一套了 我告诉你 这其中当中 包含的玄机非常多 其实啊 两个人我坦白讲 都没有错 蔡明燕讲的是现在 今天啊 叫做今天中午以前 可能是安全的 邱国正讲的是未来 未来的话呢 两到三年 三到四年 四到五年 这种情况 刚刚两位前辈啊 就是有关于这个军事上的分析啊 我说穿了啊 讲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比较了 讲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了 讲什么台海啊 南海啊 这些真的是 因为协防条约 台美也有协防条约 美非也有协防条约 但是我先讲 讲了很多的现象 从现象看本质啊 这个是我们哲学界的工作 对不对 本质中的话呢 就是两句话 那个陈兵华讲的 他不放弃武力的话 他说明一个重点啊 就是使用军事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战而去人之兵啊 这是上上者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另外一句啊 大概可能是毛泽东讲的 就是凡事啊 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 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大家仔细想想看 这两句话呢 对照起来啊 首先的话 我们先讲说是谈判桌 你要和平统一 你怎么可能不上谈判桌呢 你不上 上了谈判桌 跟不上谈判桌的话 你在战场上 能够得到什么呢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今天台湾跟美国再配合起来 就在玩这场叫做军事陷阱的游戏 最近台湾情况的话呢 稍微做的有一点过度了 就是说是金门那艘游船啊 现在回头想起来啊 人家叫做前功后继 你是前继后功啊 听到管大妈这个道歉啊 表现得非常有诚意啊 我觉得他应该痛打自己两巴掌 让我们感觉到啊 被他吓了整整一个月 被他吓应该痛打自己两巴掌 否则的话呢 一般台湾人没办法饶恕你这种结局 这种做法民进党做法 其实就是一个洋模 这个洋模的本身来讲的话呢 他是自己以为三赢 金门迟早不要的 第二个话呢 可以挑逗大陆 发脾气 民意高涨 叫你非进入美国的军事陷阱不可 然后美国人的话趁势而为 后来没有想到 美国到目前为止 不但没有支持 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放出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的透守部队 在澎湖都被台湾混混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一看这个消息 你要懂得解读啊 你光看新闻没用啊 你要了解他的本质啊 美国人告诉我说 就是我人到这里都别指望了 好了 突然管大妈就开始道歉了 那所以说呢 我另外的话呢 要提到说 这样子的话情况 现在的军事情 讲得非常清楚 你就提到红20啊 刚刚我们介大事 讲得非常清楚啊 你天空上的话呢 就是红20啊 你海面上的话呢 这航空母舰啊 管理什么福建号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底下的话呢 就是核能潜艇 还是攻击的核能潜艇啊 对不对 但是我 比较同意我们赵老讲的话啊 差得还远的啊 差得还很远啦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观念呢 因为啊 首先我们讲红20啊 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公布啊 嗯 我相信技术上啊造出来了大概 因为王伟副司令员讲的话 也不能随便讲 但是实在是太像了 太像了 这个逆中轰炸机 跟这个B21 或是B2 他长得实在是太像 因为他这个飞机的造型啊 违背了流体力学啊 他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 你自己看嘛 你刚刚主持人自己都在讲 我们刚刚自己看一下 比对一下啊 这是一个想象中 左边这个是一个想象中 我的右边这个呢 是美军的这个B21 逆中式战机 你跟那个歼20的 也是逆中式战机啊 这情况就不一样 你歼20跟F35的话呢 或是说是F22的话呢 他们各有各的不同设计 因为歼20本身 有他自己独到的设计 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轰20的话呢 拿出来为什么就迟迟 就是你飞机坐到现在的话呢 应该快 我在想 至少是非过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照片是看不到的原因 刚好 现在我们拿到的是想象图 对你刚刚讲想象图 为什么想象呢 其实他们按照夫事业讲 因为太像了 这个接下来大家自己可以想 那老美就觉得说 你这到底什么 从这个 这个1991年的这个 轰炸南沙拉夫 中国驻南沙拉夫大使馆的时候 现在就已经传出来 就是说这个就是 在获取地下室的那种F117的技术 逆中战机的技术 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除了发动机啊 引擎啊 设计啊 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说是这个事 那你地底下的话呢 坦白讲啦 在海面上的 你那个航空母舰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核能动力的航空母舰嘛 也据说在发展当中 接下来的第四艘第五艘 也可能是朝向合力的发展 那么这个就很像是 我们刚刚介大使讲的 说你刚开始 涉及到你的动力啊 能源各方面 我必须强调啦 今天中国本身来讲 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的话呢 因为大家的 大家的那个 侦查的技术都是 几乎是透明的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比就比出来了了 你打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军事陷阱 这不是我讲 这春天 崔天凯啊 崔天凯何等重要人物啊 他是驻美大使啊 他说这有个军事陷阱 我们千忍百忍 就是现在民进党 基本上到了大陆头上杀尿 我们都得忍住 我的解读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忍耐的话呢 刚好 我们中国人特别会忍耐 什么苦都吃过 所以这个的话 我跟你讲 俄国人就不能忍耐了 普丁的话呢 就是活大 老子跟你干了 他干成现在这个样子 打不出结果来 我们就是说是千忍百忍 绝对不能够中计 那菲律宾的情况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特殊啊 大陆下菲律宾的情况的话 就比较多 比如说撤侨登记 在马里拉什么的 有撤侨登记 比如说的话呢 那边围的话呢 要所有的这个解放军 退伍的人呢 几年以内的话 回来部队里头 那准备的话呢 要做准备了 准备打印仗了 主要是针对于 海军陆战队的规復 那海军陆战队的话呢 基本上一个对台海 一个对南海 那现在讲的情况 那菲律宾的话呢 不得不软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菲律宾的情势 非常可能是个影子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他不是 就我们这边是内战的延续啊 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刚刚我们赵老 讲了很多事情 就有他在的话呢 和平的保证 有那种情感嘛 对不对 你原来无情无义 又无理的话 你现在改成有情有义 又有理的话 那就感觉上好一点 这我们发挥的功能比较大 但是回头一想起 菲律宾没这个机会 长得也不一样 用的语言也不一样 他们想法也不一样 那这个可能要挨走了 我昨天的话呢 跟一个美国人 号称呢 跟这个美国政治 有点关系 一起做了一个节目 在永康那边嘛 然后呢 我一开始呢 就觉得我很感动 参加这么多政论节目 因为跟美国人在一起 自然就国际化了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就是他的立场 比较支持民进党了 我的立场呢 比较支持这个大陆嘛 所以说呢 就他把我们两个安排在一起 我们圈圈叉叉 通通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 昨天有两个特点 跟你这个讲的题目 是非常有关的 第一个特点 就是刚刚辫子妹 做的那个采访 只要一听到有台湾人 要美国人过来替台湾人死了 他都会当场翻脸 我不用夸张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你说美国人会翻脸 美国人非常不高兴啊 美国人说他的观点就是 我们卖武器给你是因为你要买啊 这是商业行为啊 你买了武器以后 你认为是当成保险 还什么你这个办险 你希望多付点钱 要全险 美国人绝对不会替任何非美国人死啊 你要了解我们这一代人 对美国人的感觉 美国人在挂在天上 还为你死呢 我们都见过美军在台北的人啊 哪一个人 我们到年龄 美军多嚣张啊 对不对 坦白讲的 你一讲到美军来台北 我脑袋中想的就是 拎着威士忌 搂着酒吧女子 这种感觉了 就这种形象 不敢讲而已 因为什么 因为理念相同的政府 在那边执政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昨天讨论了一个主题 就美国很多的智库 发觉台湾一点都没有决心跟勇气 他们自己有非常多 尤其在观察大选的时候 大选如此危险 我们捉破了嘴 一直告诉你说 这个接下来非常危险 我们赵老师今天他讲的 从头到尾 从第一天开始 选举之前他讲说 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到今天没改 那那个介大使跟我们要讲 我们常常在一起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台湾有种准备 他说第一个 他们美国来观察选举团的时候 试一下看 大多数人 没感觉 很多少部分人 有点认知的 美国人会来 美国人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我觉得说美国人会来 开玩笑 菲律宾都不敢讲这种话 你知道人家 菲律宾是美国三十多年的殖民地 菲律宾人跟美国生活很接近 他们不敢讲这种话 为什么他们太了解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只有那种 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黑熊部队吗 黑熊部队他们懒得采访 第二点的话 他讲说 你本身来讲是一个岛 又没有资源 还在那边反核能 你开玩笑 你应该到处建核能场 到时候我们独立作战三年 美国人会受到你独立作战三年 说不定受到感动 但是三年 你要知道 这三天内地宝就打得稀巴烂了 什么叫地宝 三百万一瓶 一颗导弹三百万变三百块 大家心里要了解 所以你讲到这种情况的话 台湾的认知上 你那个理念相同 把大家害惨了 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 说句良心话 我们看得很清楚 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事实上对我 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了 我现在觉得说是迷糊一点 我现在晚上的话 要喝一点这个威士忌 才能够睡觉 非常紧张 你知道吗 跟邱国正很接近 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 包含我的学生在内 我刚刚讲的 我都是讲实话 大实话 因为我们在台大的话 都是比较优越家庭 优渥家庭里面的子弟 他们都可以说是 做好万全的准备 你到一般来讲的话 大家去采访一下 八家将的那些孩子们 他们也完全无知者无惧 或是无畏者无惧 他们那种情况 但是没有人愿意说出实话 我这边要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台湾指望 美国的理由 如果只有理念相同 再加上买了保险的话 那绝对是非常好笑的 随便问任何一个美国人 随便问 没有一个人愿意会提 其他 不要说台湾人 所有人 美国到了今天 拜登的总统 到现在美国都已经帮助乌克兰多少钱 一千多亿美元 那我们这边只编了预算 一亿美元的情况下 美国都没有 我跟你讲 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put on the ground 就是说那个大兵的薰薰 踩到土地上 美国人不会干这个事情 这个意思就说是 美国人本身对于出兵的事情 极其小心 那你怎么指望他来保护你 这简直开玩笑吗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陆在等一个时机 等到他们的透明的军事的布局 大家一比 美国明显没有办法持援 或是来这边解救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那个时间可能就是 对 不战而去人之兵 兵临成像 不是不用武统 和平统一 不代表武力统一 完全两回事 统一会统一 和平统一是一回事 武力统一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三种血项 大家要搞清楚 很多人想到 没有合同就是武统 你错了 统一是一定的 但是和平统一 是我们自己要的 台湾人要的 和平统一 没有人是例外 没有人是例外 武力统一 大陆也不要 那不是很自然吗 那就是在兵力的对视当中 等到透明的结果 一旦揭晓以后 对美国人来讲 美国人说 我们只要一个好的价钱 其他的话 我们也无所谓 老师你觉得这个时间点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舒奇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四年到五年 就game over了 他讲的话的含义 我就是非常仔细的 听了他的演讲 然后把他演讲的内容 经过我自己 哲学思考的演绎 所以达到出来 今天这个结果 我还暂停简点讲 四到五年是最后 是最长的时间 像我们赵老师边 对于这个情况非常清楚 你看他的表情 你就知道 他大概是两到三点 你那个表情 我必须要在这边讲 这个电影在大陆的放映 跟在台湾的放映 差别非常大 在台湾放映的结果 金马奖里面得到 只有一千万人民币 大家都录好了 即将是 现在还是热得不得了 我不晓得这个苏芬 有没有机会去看看 这个电影 这个是 我这里面有三点 是非常特别的 第一个极其暴力 把人全部干光 而且是干了一个 这个邪教团体 然后第二点的话 这里面的话 引恶扬善 就是说虽然 刘万荣本身 谢起大带头的时候 他救了很多人 连苏建合案 他本身 他这个虽然是 苏联邦的杀手 我们感觉上 觉得说他这个人 其实比很多人 他这是 他是真小人 不是伪君子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黑帮人物 道义有道 道义有道 人家是道上的人物 道上人物 然后第三点的话 他是的的确确 在北屯 路光 八村 长大的四川人 他一心最想 报效国家 考军校 可惜 年轻的时候 就说我们在 眷村长大的孩子 他有钱客 所以不让他考军校 因为不能考军校 常常挨打 家里为了吃饭 打冒不平 其实这种故事讲起来 我觉得应该让赵老来讲 因为他自己活在那个时代当中 但是这里面情况 我只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刘焕荣本身的 所作所为 现在讲起来变成历史 在大陆大红大纸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在这里头看得出来 其实讲起来 我们在眷村长大的大陆孩子 那段很独特的历史当中 才会出现刘焕仁这种 杀坏人 就是眨眼都不眨一下 但是救好人的时候 命都不要的人 就这样子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何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